如果今天我问你讲到UNCLE车 你会想到哪一款车咧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闪过一个车型 就是 Camry 虽然讲从这个第八代车型开始 Camry就已经没有那么UNCLE了 可是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很舒服 然后很耐用的一辆车 那么其实第九代的Camry呢 在之前已经在北美跟中国市场上市 那么东南亚又或者是马来西亚市场 几时上市呢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Torota Camry第九代东南亚版本的信息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其实Camry在这个全球市场的规划呢 它分成两个车型 一个是北美的版本 一个是中国的版本 那么这两个车型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外观上面有一点点的差异 然后在内装的部分呢 因为中国市场跟北美市场完全需求不一样 所以它们内装设计也有所不同 那么在北美的版本呢 是比较类似于Torota Crowd的设计风格 而在这个中文版本 而是偏向一般的Torota车款的设计风格啦 不过它的处理器采用了Stat Dragon的8155 在引擎的部分哦 其实北美跟中国版本也是有比较不同的地方的 那在北美版本的Camry呢 只有一个引擎可以选择 但是呢它是2.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它分成前轮驱动跟全轮驱动 All-wheel drive 那么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了221hp 如果以Camry来讲这个引擎动力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对于东南亚或者是马来西亚来讲 它的路税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啦 那么在中国版本呢 它就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这个2.0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呢 是中国市场转速 自然进气引擎的部分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70hp 风格流率表现200Nm 匹配Direct Shift CVT 变速箱 至于这个2.0的混动呢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194hp 匹配的就是1CVT 变速箱啦 这个自然进气的版本呢 最近中国媒体就有带去实测啦 它的0-100加速为10.88秒 可能大家会觉得讲就是 这一个车呢 它的这个加速表现好像不是很出色啦 那么买到Camry这款车的朋友 其实大部分都是要个比较 舒适的这个移动过程啦 反而动力是其次 那么第8代车型跟第9代车型主要有什么差异呢? 其实严格意义来讲呢 这个第9代车型属于第8代车型的大幅度小改款车型 它们的平台它们的这个车身架构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Toyota原厂呢 针对了外观跟内装进行一个重新的设计啦 然后也加强了它的安全系数还有操控表现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去驾这个Toyota Camry SV70 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体会它的Handring 因为自从它采用了TNGA平台之后呢 它的操控表现跟舒适度就完原上了一层楼 不是以前的Camry可以对比的 以前的Camry SV40 或者是SV50 很多人讲它是船 摇来摇去 然后就很舒服 可是没有什么操控表现 可是到了SV70 之后呢 它除了这个维持舒适度之外呢 它的操控表现进化的非常多 尤其是之前我们的同事呢 是开这个Camry SV70 的 我开了这款车之后我真的是给它一个大大的赞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完全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而据说这个Toyota Camry 的SV80 车型呢 它的操控表现对比这个SV70 还会跟进一步 所以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 虽然讲呢我在北京车站已经体验过这个中国版的车型 但是呢还没有实际驾到 所以我是期待一下的 那么东南亚或者是马来西亚的版本呢 什么时候会引进这一款车呢 这一款车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快就会看到它了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最近呢就有泰国跟菲律宾的媒体爆料呢 这个东南亚版本的Camry呢 会在10月与泰国真实投产 我们都知道嘛 在马来西亚如果是CBO日本车的话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泰国进口 所以泰国有了我们一定会有 另外呢这些泰国媒体跟菲律宾媒体也是有爆料呢 这个东南亚版本的Camry同样的也会只有一个引擎配置 它是2.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是前轮驱动 也就是美国版本啦 那么这个动力配置呢其实在这一代车型已经有了 只是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而已 考虑到我国政府对于这个混合动力车款没有免税的政策 所以相信这个Camry SV80的Hybrid版本的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售价应该不会太便宜 那么我刚才前面有讲到呢 这个内装设计有分成中国版跟美国版本 那么马来西亚会引进哪一个车型呢 我相信是美国的版本 因为其实呢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呢 像是台湾啊像是这个澳洲啊还是其他的市场呢 他们贩售的都是这个美国版本的内装设计 这个内装设计我只可以告诉你 它的质感表现会比起现在的车型更好 但是喜不喜欢就见仁见智啦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比较偏向中国版本的内装设计 你们呢? 至于在安全的配备部分呢 它还会导入最新的Toyota Safety Sense 2.5 功能 这个2.5 功能对比之前的2.0呢 它除了这个侦测精准度更高之外呢 它会加入这种紧急闪避功能 也就是讲呢如果在一些紧急状况下呢 这个驾驶者没有办法反应做出这个紧急闪避的动作 它会帮你进行这个闪避动作 这一点是还是蛮加分的 另外像是这个7个气囊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 这些都会是标准配备 那么其实之前我也是有问过 UMW Toyota 的人啊 这个 Camry S380 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呢坊间有一些传言指出呢 马来西亚是不会引进这款车的 不过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正式的回答 所以我觉得引进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因为毕竟不需要CKD生产 而且是从泰国进口新车 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会简单很多 那么最可能亮相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告诉各位咯 在今年年末会有一个MAA 举办的 吉隆坡国际车展 就是这个Claims 通常在Claims上面呢 这些车商尤其是日系车商呢 他们会展出很多很多的新产品 让消费者去体验 因为这个是MAA 举办 有着大马汽车联合工会 所以他们一定会拿出他们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看 所以我大概率啦我觉得啦 这个Camry 就算它不会在Claims上市 也会在Claims上面让我们preview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因为如果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包括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我们的网站 包括我们的Instagram 包括我们的TikTok Channel 还有小红书都会update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关于Toyota Camry 的内容啦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可以引进2.0的版本会比较好 因为售价自然是会比较低一点 而且它的入税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也比较可以负担 虽然讲2.5可能也不会跪到那里去 但是我觉得入税低就是有它的优势 大家觉得如果马来西亚市场可以选择的话 引进哪一个引擎比较好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而且是我们这期影片做出点的 大家有 delle准备什么 看到那个有名的 отделений哥撒ches 感谢观看